影響中国佛教最深远的思想有两个体系 第一是有宗,以元起论的观点而主张因缘所生法为实有 第二是空宗,依般若经论去解释元起的存在 空宗和有宗都是大习佛教两大体系 空宗即是宗观派,有宗即是如期派 宗观以诸法无字性立论,破除一切众生承见的执着,显现诸法实性,所以又称为法性宗 如期派以万法为式,解释诸法的原生之上,目的亦在于分析,时相而见性,所以亦称为法相宗的。 世间一切万物是因为元起而有,是暂时的患有患灭,所以是空无自性的。 即是说,诸法实相不生不灭,从暂时存在的现象界来说,是元起,从本无自性的实相界来说,是性空。 因为元起才能显示性空,因为性空,所以能够元起。 因为空才能够有。 空是成就一切有的主恩,如果不空已经冲失了,又怎会现出有呢? 所以中观学派,龙树菩萨说,以有空而故,一切法得成,若无空而者,一切法不成。 元起和性空,不单不是对立的,而且是相辅相成的。 所谓真空不外妙有,妙有,体现真空。 如此不偏还空,不偏执有,即名为中度实相。 能够了达空有不宜的中度思想,就是般若了。 佛教说空,并非否定一切。 相反来说,空是诸法所以成就的根本。 万法因为性空,才能生起宇宙万有。 万有凭据假相才能显示自性本空。 空和有都是相待的假称。 说空说有,只不过是为了显示中度实相意。 如果执有废空,那就失却真帝的义理。 执空废有,就失却逐帝的义理。 执空执有,同样都是妄见,非中度之正理的。 各位,空能隐藏无限,真空才能生妙有。 佛教说空,就是要我们去破除一切执着, 空去一切妄想分别的观念,甚至乎连空都要去除, 然后才得到大自在解脱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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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 。